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学术不端行为,被学术期开网站撤稿。 昨晚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对此作出回应,相关研究生已于去年被撤销博士学位,祈祷师也停止了招收研究生的资格。 北京《青年报》记者在《彻宝观察网站》上列出的撤稿名单上看到,这是一篇材料学领具的学术论文,主要发表于2014年至2016年之间。 被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, A材料科学与工程,等期开网站撤稿。 撤稿原因是一系列图片,直接复制了一广已经发表的论文。 不同论文通过重新编排和改动图示来重复同样的成果。 论文的作者是清华大学神在研究生院的Gloyitang。 Gloyitang,通常是这些论文的通讯作者,而第一作者主要是Movie New,清华深野院,2015年的一篇新闻报道显示。 该院有一名2010级博士研究者也小心,是从于五月新材料所唐国义教授。 五年博士期间,在唐教授的悉心指导下,发表FCI论文18篇,其中第一作者一、六篇。 相关研究成果已申请两项国家发明专利,可一项试用新型专利。 先后说要但愿国内外多家知名学术期刊的编辑,2015年它还荣获过清华大学第二十届学术新秀。 表彰,这一彻底事件,昨天被国内外多个科研网站和论坛转载,对此,清华深野院,昨晚对有关调查和处理情况进行了说明。 据介绍,叶肖先于2010年进入清华深野院,攻读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,2015年7月毕业并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,指导教师就是唐国义教授。 2016年3月,唐国义教授收到对业消新为第一作者所发表论文,可能存在学术问题的举报后,立即组织对业消新就读博士生期间发表的16篇论文进行全面核查,发现存在自我抄袭,图片重复利用,编造实验结果等问题,随即与相关出版机构多次沟通,提出全部撤倒的要求。 通过对业消新博士学位论文的核查,发现同样存在上述问题,精神延任进一步核查,初步判断业消新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。 2017年1月,校学术委员会成立专门工作组,进行调查,并经学术道德分委员会讨论,认定业消新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。 其导师唐国义对此,负有指导管理方面的责任。 2017年4月28日,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,决定撤销业消新博士学位,该处理结果在校内进行了公告。 2017年6月,申业院庭,指了唐国义教授招受研究生资格,撤销起材料学科负责人,核心材料研究所副所展职务,目前其已办理退休手续。 昨天下午,北京报记者,拨通了唐国义教授的手机,对方听闻记者曝出身份,后,就挂断了电话。 清华大学表示,清华大学对于学术端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,一经擦实学部姑息,严肃处理,我们将深刻汲取此次事件的教训,进一步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诚信教育,严格相关管理措施,营造良好学术风起,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同时,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对我愿的学风建设工作予以监督,去年刚发生一期国内学者被大规模撤到世界,知名学术出版少师普林格斯安一次性撤销其校杂志《肿瘤生物学》2012年-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。 这些文章被认为社群同行评审造假,大多来自国内高校的附属医院,共计77家单位,其中包括一些名校或附属医院。